记者曾德荣台北报道,资深体育主播傅达仁宝受一脏癌之苦, 昨在瑞士执行安乐死,终年85岁, 傅达仁生前不断请名推行安乐死法案, 不过台湾第一个请求安乐死的人,是17岁少女王小民, 她因车祸头骨断裂,神经受损变成植物人, 一躺就是47年,父母也相继离癌, 因不舍她继续受苦,积极奔搜请愿制定安乐死法案, 因立为反弹未能成功,最后王小民在2010年过世, 享年64岁,王小民17岁时因被计程车追撞, 前额低谷折断,脑干部和左侧眼神经受损, 父母为了替她治疗散尽家产, 两个妹妹也辍学照顾她, 虽获各界善心捐款得以赴美治疗, 但因脑部损伤严重, 被判定终身成为植物人, 父母因不舍她受苦, 向立法院请愿制定安乐死法案, 因社会反弹, 多数力为反对, 加上学者忧心一旦通过会被滥用, 请愿不了了之, 王小民卧床47年, 饱受折磨, 最后在2010年因呼吸衰竭过世, 副达仁佐、七、日于瑞士执行安乐死, 翻设自副达仁脸书, 副达仁自去年便推广安乐死法案连署, 翻设自脸书, 最后,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